看那獨特授課秘訣教學的 你喜歡所屬的汽車教練一直嗎? 若只是無奈為生活而工作著 那所屬的學員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路上有許多對當汽車教練的評語 諸如我的教練 滿兇的愛罵人 我被放生了 女生在S型被罵到崩潰 再也不來上課了 教練教個兩天就放生了 他超兇超不耐煩 我被放羊吃醜了 第一天教練教我上車跟油門後 就消失無蹤了 誇張的是S型教練只教過我10分鐘 他人就跑去喝茶了 然而有的卻有著為工作而生活的思維燃燒熱情 自學英文 連外籍人士來台的阿董哥都指定他教 口耳相傳而建立了所謂的工作價值 價值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有的靠著技術起家 許得國家專利雙方向盤駕駛 互動裝置教學 強調可以直接複製教練手感 而讓學員快速上手 開車上路 如此潛心研發之專業成就 令人耳目一心 還有的腦筋動得快 藉由新聞媒體傳播報道 專特加強輔導 有駕照 而不敢上路則 口號激勵 加上課程多元設計 學員只需幾小時 不僅克服上路恐懼 更挑戰不可能任務 因為善用傳播工具行銷 除了打響知名度 同時也帶來額外商機 這就是達到為了工作而生活的高度 不僅轉變了工作層級相輔相成 也提升擴張了生活境界 六年前這段指定教練的講解對話 李教練意識到網路時代來臨之後 所有行業都要重新開機 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 在四到五名字內 沒有學習新知 就會跟不上時代 創新並非代表著標新名義 而是一種的自我成長 並且隨著時代的脈動再緊緊 你知道嗎 在短短的一個月的學車中 你將面對是怎樣的教練呢 長得是高的 是矮的 是胖的 還是瘦的 原來上駕訓班報名還可以指定教練 現在終於懂了通了 最後引述網民所說 奉勸各位 若想協開車一定要先上網 仔細查詢相關資訊 否則 只有 生不辱時 網民會如此檢視 報名之前 可能會先上網搜尋一下 那身為教練的 與其苟且偷安 不辱奮力一搏 人為工作而生活 為理想而努力 為夢想而執著 或許 可以為日後 開創出 新格局喔 終於 有Feel了 Yeah